音乐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要今天也要能够存回 其实不是只有靠自己 你自己当然一定很重要 那你当然要靠朋友的扶持 包含人也是一样 人家说在家靠父母啊 然后可能出国要靠什么 要靠朋友嘛 那你的朋友越多 当然你的力量一定会越大 所以你说在这一场上面来说 跟美国友好 包含跟澳洲友好 在这几年 我们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其实越来越好 而且再加上说 我们防疫的成果成绩 其实也让其他国家 看到台湾的能力 我们自己有加油 对 不是只有帮我们加油 或者是只有贸易 其实它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那包含你说看AIT 它在公布F-16 我们的国军去美国受训 其实这很少 基本上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台湾的空军 基本上都送去美国做训练 但是训练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送了多少人去 其实没有人知道 可是你看像AIT 就是它主动公布 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 这个加油的画面 我觉得你可以 想象更多的一个空间在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战斗机 你讲F-16或F-16V好了 它一定会有自己的 一个航空防御的范围 因为它的油桶就是都这么大 但是当如果你有出现了空中加油机 不管是我们未来要买 是不是它要卖给我们 或者是盟友 就是美国 他愿意支援我们 在空中加油这块 那台湾的防御范围 是不是会变大 它的一个防守的范围 能力是变强 众生也会变强 包含你说到印度洋 或者是到哪一个 那个海洋的范围 它其实会变宽会变大 那所以在这上面来说 AIT主动公布这样子 是从来前所未见 因为台湾从来 我们有一个默契在 就是不会去揭露彼此之间 在这个训练上面的一个讯息 因为怕这个中国 KEEP UP 怕中国大家说 别把他惹怒了 在生气气有没有 但是你看像这个 AIT主动公布 我觉得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很多想象 因为在 我们没有人知道 他的机密是什么 就是彼此之间交换的机密 是什么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 我们有这样的训练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空军 要去做这样空中加油的训练 是不是未来有可能 卖这样的一个空军加油机给我们 还是他愿意来支援我们这块 我刚刚有讲到 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空军 我们空中的战斗力就会变强 那空中战斗力变强的时候 其实你在整个沿海的防线 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的防线上面 事实的其实 是不是可以阻止中共共击 他在某些层面上的跨界 当然一定可以阻止 某部分一定有 绝对有 对这一定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们的空中作战的半径 如果在这样子的训练下 他变大变宽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意味着 AIT也是告诉中国说 台湾的能力加上 美国愿意支援 或者是协助台湾在这个空军上的 受训的时候 不是只有你中共共军可以这样做 台湾其实在防卫空中上面 除了海上有那个 美国有那个航空母舰舰队 群进来之外 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防卫能力 那他的众生加上加油机 这样子训练 我们可以阻止 是不是可以阻止他的共军 那个向外延伸的 防止他那条线 可以往内缩一点 防止他扩张侵略 或者是到处乱飞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把他抑制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